为何川金会要学马席会选在新加坡 QA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首脑会误以确定的点选在新加坡 时间为6月12日 白宫复发言人夏哈表示 会选在新加坡是参考了2015年我国前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举办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马席会 为何会选中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极为安全 这也是川普的首要要求 同时新加坡拥有在短时间内组织高阶级国际会议的经验 当年马席会便展现新加坡应对自如的能力 夏哈表示 新加坡的中立性也是让其中选原因 川金的确切会面场和会在哪 目前还很难说 当年马席会选在新加坡郊区的香格里拉酒店 此饭店拥有丰富的举办高安全层级活动的经验 每年该的区最重要的安全事务论坛 香格里拉对话就在此饭店举行 外交关系重要吗? 应该重要 美国与新加坡常年关系稳固 美国海军部分军舰停靠在张义海军基地 还有船只和飞机定期往来 北韩在全球约40多个国家拥有大使馆 新加坡就是其中之一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对会议的点有影响吗? 有可能 一些安全分析人士曾担心 北韩可能没有能长距离飞行的飞机 但金正恩本周前往中国大连便是乘坐飞机 所以他也可能可以飞去新加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